好了那么这个词到这里不说了 所以说我提倡到这儿给大家强调的一点 一直是要找到一个单词的同源一体词 这是带词跟词锐的单词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如果这个单词里面它没有词跟词锐 我们要靠什么办法去记呢 叫by the etymology 叫词源 the word origin 那么看这两个词大家都能明白 就是要知道这个词的来源是谁 你也得知道这词从哪里来的吗 你要知道这个词的本源是谁 那么这个词的意思就比较好记 这个词的意思肯定会非常好记了 比如说我先给大家举个这样的一个例词 这个单词也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单词 这是一个基础词汇叫shelter shelter作为名词来讲叫做避单锁 动词叫什么呢 叫做保护 我避的意思 保护避护的意思 那你看一看 你先告诉我这个单词哪一部分 你肯定觉得有认识的这个词的同学 你也不要着急 你看这个词的词源 我现在主要给大家灌输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方法 你先告诉我这个单词哪一部分 你觉得根本不确定意思 能判断出来吗 是不是一二 因为一二知道 既是名词后缀也是动词后缀 已经确定了 好了你先把它挡住 注意 你说老师 那我怎么看 这半部分这部分我也不认识 那必然肯定是不认识 你要知道 词源就要知道 这一部分 我们要看来源得看这一部分 一定要把前后缀去掉 因为刚刚我给大家说到了 后缀确定的是词性 前缀确定的是方向 所以剩余部分 才是跟这个单词的核心意思 才是相关的 所以你就要看这 那你说老师 我这个词源我怎么找呢 我给大家总结了九个字的词源心法 你看一看怎么去找 你就把这九个字牢牢掌握 去研读它 你就会发现这个词源 其实并不难找的 哪九个字呢 叫做看读音 第二个看拼写 最后一个就是看意思 看读音看拼写 还有就是看意思 看读音看拼写看意思 大家注意这九个字 什么意思 就是说同源词 它会存在这样三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它的读音 肯定有点相近 因为它从它变过来的 肯定有的地方是相近的 第二个是拼写上 肯定有些相似之处 那么这个拼写 是不可能一模一样的 因为你要知道 如果拼写原封不动 那就叫一词多义了 那就不是同源派生了 明白这道理了吗 那就是一词多义了 最后一个就是 谁能看它的意思 这一点非常关键 就是因为 所有单词大家都知道 就是26个字母的排列组合 你会发现有单词长得很像 但它们意思上没有任何联系 那它们可能就是 恰恰长得像而已 大家知道 有些单词呢 它们长得像 但它们意思还是有点关联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要知道一点 就是它们肯定是同源词 它们的老祖宗肯定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先给大家 举一个幼儿园词汇 你看这个道理 你看这两个词 这两个都是幼儿园词汇 你看 一个是sit 第二个是seed 一个是sit 一个是seed 你看看 这是动词 坐下 这是名词 坐 坐 坐位的坐 你会发现同源词 第一个你读一读它的读音 有点相近吧 sit 是seed 对不对 一个是 一个是a这个音 一个是e 对不对 这个音 下面是看拼写 拼写 它拼写肯定是发生变化了 原来的i 原因变成了谁 变成了ea 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写法 最后一个它的意思 意思上肯定有点联系 这是动词吗 什么名词吗 所以它的意思上肯定有点相互联系 这才是同源词 那这单词来信 翻过来到这个词来 你看一看 你自己感受感受 你觉得这个词应该来自于谁 读 看读音 读 sh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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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它的拼写 shelt 最关键就是它的意思 能跟保护有关 长得像发音像 还能意思有关 能读一读 sh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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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词呢 你觉得它应该 看这个词有没有想到 小学词汇叫sheel 被壳这个词 不就来自于它吗 壳本身起的是一个什么作用 不就是保护的作用吗 它是不是相当于这种感觉 在壳的后面加了一个谁 辅音字母帖 因为你在造成新单词的时候 一定会发生一些变化 往往会在结尾的时候 加上符音字母 所以变成这样的一个词 后面又再加了一个谁 yeah 相当于这样的词 就是它造词的时候 省略了一个l 去掉了一个l 去掉了一个l 叫做这个shelter shelter 所以大家现在看一看 其实这个词源这个道理呢 它和词根词就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没有大量的派生词 不过说这个词根底下 哗哗全是这一样的 它可能就是来自于某个单词的派生 所以这要明白 就知道它招到它的来源 你看这个单词是一样的道理 读一读叫shelter 叫做盾牌名词 动词呢叫做保护的意思 叫做shelter 它的用法注意 接着是from 那我们在这个托付考试当中 大家应该知道 托付考试当中会有一道题型 就是同一词替换题 同一词替换题 所以大家知道 那么比如阅读当中 这单词给你画一个横线 下面这选项当中 让你去找 哪个跟它是同一词替换的 这种情况 我们在课堂上也是重点给大家讲解的 在托付当中 所考到过的一些同一词替换 也会在课堂上重点给大家去讲解 希望大家能够重点去记同一词 为什么一定要记同一词 第一个就是阅读考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写作用 读和写都要用的 读和写都要用的 所以这里面大家一定要记住 记住同一词的一个关系 它俩就同一词吗 shelter 它也是来自于谁 shelter 你看它是不是相当于这种感觉 在shelter 保护这个词后面加了一个谁 d 当然没有这个单词了 没没这个道理的吗 你看shelter shelter 它只不过在谁身上变了一下 原因上又变化了一下 原来的e变成了ie 原来的e变成了ie 它主要难看就难看在这个写法上 因为写法上一代法上变化 大家可能不太容易分辨 但注意你只要多读一读 它肯定会看得到 这个单词它的词源的 咱们来看 再看这个单词 叫做feather feather feather这个单词叫做束缚 或者叫做脚料的意思 束缚或者叫脚料的意思 先不用说别的 你告诉我 你上一线把谁挡住 把谁挡住 是不是要把这个词的后缀挡住 谁 准确地说应该是谁 ter 因为这个词是中毒避音节了 你看看什么叫ter 你把它挡住之后 你看就读前面 fet多 读音的时候整体读 但你要看词源的时候 要看个体 看看看它核心部位 多 feather 长得像的 跟它长得像的 第二个呢 跟它读音有点像的 最关键那个词 可能会含有一个束缚和脚料 当中某个词的意思 能想到哪个单词 是不是脚啊 再看是不是这个词 你看是不是脚这个词吗 feat 不就像在feat的脚这个词 我们加了个ter 但这里面在造成新词的时候 去掉了一个原因 叫做feather 叫做feather feat feather 所以说 其实当你知道一个词的词源的时候 这个单词记得会非常好记 因为你就明白了 它来自于谁 它的意思就非常好联系了 就极其容易能够联系到一块 所以这个词源 刚才咱们说到了这几点 大家会发现 咱们再看一下 词源这几点 我给大家举了几个例子 那么很重要的几点 哪九个字能够真正把这个词源 词源规律能够概括出来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说的那九个字 叫看读音 看评线 还有看意思 那么现在接下来 我就给大家说说什么呢 就是大家会发现 这个词源当中会有一些变化规则 你看刚才呢 是不是这个单词 在从原来那个单词 变成一个新单词的时候 肯定会发生一些变化 那么这个变化规则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原因之间可以互换 AEIOUI 原因之间它是可以进行互换的 那么不要忘了把Y给加上 因为Y它在造词的时候也是发原因 另外二十个原因咱们看音标 一定要看音标 二十个那个原因的音标不是字母了 咱们知道这个二十个字母当中 这五个AEIOU 对不对 但不要忘记 它看音标的时候 二十个原因 那个什么EOR 哪些能够发生它们的音 它们都可以 都可以发生这些音 所以只要知道原因之间可以换 你看刚才咱们讲这个座和座 这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原因和原因字母组合吗 你看是这个道理吗 是不是就原因之间发生提换 你刚刚咱们说讲的脚料 脚料把谁给提换了 Fetter就是把原来的意义 变成了谁 一个E嘛 刚才讲的盾牌是谁 Shield 应该是这道理吗 原来的意换成了谁 I 只要是发原因 它们之间就可以互换 大家举个例子 你看 这个单词叫做feasible 这是一个托付词 我可以看一下 feasible这个词叫什么呢 这是一个正向态度词 叫可行的 首先你告诉我 这个词哪一部分你认识 后续认识吗 可适的怎么说 visible 所以上来就得能看出来 这一部分不用看了 可怎么怎么样的 第二份就是谁呢 就是这个feas feas它是来自谁呢 谁的变形 它是来自fac的变形 fac是来自谁 fact 还在这个词根什么意思吗 我刚才说哪个单词里还有它 工厂那个词里还有它吧 那这个词根叫什么意思来的 是不是叫制造 做呀 to make呀 在造词的时候 它把这个清肥的t给去掉了 把它给去掉了 你看fact 它去掉了 那么原来是谁 原因 看 谁 A变成了谁 EA 第二个就是谁 C变成了S C变成了S EA变成了A A变成了EA C和S的替换 咱们从小 咱们可能就去见过很多单词 比如说建议怎么说 advise advise 对不对 咱们在以前就见过了 那么还有什么样的单词 比如说还有练习 practice practice 所以cs是一样的 所以大家会发现 原因和原因字幕组合之间的替换 规律 就cs发生了一个替换 那么这个单词 你看它是不是就相当于这样的一种感觉 你看看 如果这个单词在没有进行任何变化之前 它是不是相当于这种感觉 当然没有这个单词 你看看 是不是 facible 是不是能做的 你看able说叫能 fac 我刚才说fac的简显 变成了叫做 这个词的意思是能做的 什么叫可行的 不就是能做的吗 这个计划可以说facible 你再读读这个词 feasible 发音很像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当你明白这个道理 它是来自于做 能做的这个词 一个能做的计划 就是可行的计划 其实这个词并不是很难记 但你要硬背的话 这个词其实算是比较难背的一个单词了 叫feasible 当然没有这个单词 它就来自于它的一个原型 原因重现 你看原型再现的话 就变成这样一个形式了 A和谁发生了一个变形 able吗 和able 你能看得到 I和A之间发生了一个替换 A和I之间发生了一个替换 好了 这里面这个单词到底不说了 让我们继续来看 看下边 第二个就是谁呢 就是辅音之间可以进行替换 辅音的这个就比较多一些 第一个就是pb 第二个就是tde 第三个就是k-k-k-u-k 第三个就是辅和v 第四个就是子x 还有th th咱们都知道th发哪个音 这个音 那么这主要发生在轻辅音和浊辅音之间 轻辅音和浊辅音之间发生了一些变化 大家看下 pb 咱们在初中老师给大家讲过 比如像什么state 对不对 咱们都学过吧 国家的那个词 老师没告诉你读成state 没这么读 我都告诉你读成state t读成了d这个语言 这个符音之间变化规则也是一样 为什么他们之间能进行替换呢 不要硬背 你可以通过咱们初中老师讲的符音浊化学习 也可以通过谁呢 他们之间发音的嘴型是一样的 你看是不是 你看 就声带这么震动 你看 这是一样的 那么这里边我做一个补充 就是这个x 这个字母 你看它的读音 它读成x 它既可以发哪个音 咳这个音 所以这里边要知道 咳咳 c也可以发咳这个音 q发咳这个音 但它也可以跟谁替换 x 把它补充在这 它可以跟x发生替换 它第二个可以发生哪个音 s 所以它跟它也可以发生替换 s 所以先没变吗 s 还有x 还有就是 和s 所以要知道 符音 轻符音和卓符音 替换一共只有这样几组 把它放到一块 那下面给大家做 给大家举几个例词 给大家举几个例词 好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个单词 叫做 disperse 我们来看这个单词 disperse disperse这个单词叫什么呢 叫支付付款的意思 它等于初中词会叫pay 叫pay 那么马上现在在座各位同学 你告诉我 刚才我跟你说 那个G单词的一个套路 上来你告诉我 哪一部分不确定这个词的意思 肯定是前缀吧 前缀是不确定一个词的方向 或态度 对不对 dis 去掉 那么这单词我们要再看它词源的时候 那肯定觉得看谁 是不是给大家看它的后面 好这个单词你看它的汉译词 付款支付 狂读 谁是不狂读 最后这半部分读一读 叫burst burst 哪个单词跟它长得像 那肯定拼写上发生一些变化了 第二个就这个单词 它发音有点像 burst 最后一个最最关键 就是那个词它的词源 肯定是跟付款有点关系的 可能跟支付啊 花钱这个动作有点关系的 哪个词 你脑子里已经呈现出 这个词的一个影像了 哪个单词 burst 哪个词能跟花钱有关 是这个词吗 有没有想到 burst burst叫什么 这是新年第一侧的词汇 叫钱包嘛 per 和谁 不 发生通交 这不在这呢 不是 purple吗 钱包这个词 那这个时候 现在我们再回来看一看this 前缀到底取一个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一看 this作为前缀来讲 咱们在曾经学过 有表示否定 因为不喜欢嘛 所以就是你想想 你看不钱包 把钱包给否了 这还能跟花钱有关吗 这必然 它不能取这个意思 那么this作为前缀 除了表示否定 还可以表什么意思 apart apart apart叫什么 说叫离开啊 离开 所以你看 它到底是不是掏钱 这个花钱 是不是从钱包来把钱掏出来 离开钱包这样的动作 所以它应该取的是这个意思 掏钱这个动作 离开钱包 是钱离开钱包 这个叫做支付付款 disperse 来自于perse 那最关键的 当然我们肯定 还是要记住它的词源 是来自于perse这个词 像我们继续玩来看 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叫做reimbursed 读读这个词 叫reimbursed 叫做报销 偿还还钱 偿还一般的强度 是把钱还给别人 那么这个词 生活当中常用的 这也是托付当中的一个难词 也是一个重点 你看看 叫做报销 那么它的名词 reimbursed 好 那么你看 这个单词同样一个道理 那为什么叫做报销呢 它里边还是有哪个词 是不是还有钱包这个词 那这个im 大家想一想 还有这个re 分别取什么意思呢 re刚才我给大家讲过 三个意思吧 再一次回来 是不是back向后 你看这报销 这钱是一个什么动作 是不是就是回来啊 你是不是先拿这个钱 花出去 然后弄一堆发票 到财务那报嘛 这re必然取的就是back 如果你对于这个钱 非常熟悉的话 那马上就得判别 判别说吧 回来 im取的是什么意思 这不必然取的是里面吗 回到钱包里面 又回到钱包里了 所以这也要做报销 读一读 reimbursed 所以咱们在复习的时候 应该怎么复习 就这样猜 回到钱包里 回到钱包里 reimbursed reimbursed 千万不要背成 reimburse 你这样就完蛋了 你要分开拆开去背 这就不好背了 而且再次的各位同学 你看我讲了这么长时间 你有没有跟我 我没讲一个单词 你会发现 每一个单词 我至少会给你读三到五遍 你有没有读到三到五遍 如果你看我在前面都读了三遍 你在下面一生不读的话 还是那句话 你不可能记住 我不用诅咒你 你也记不住 你是必然记不住的 所以一定要出生读 一定要相信我 都出生去读一读 因为你们是考听力的 你这单词你不会说 它说你就反应不过来 这是必然的 叫做报销 叫做报销 好看下一个单词 叫做kindle kindle这个单词叫什么呢 叫做点燃的意思 点燃 马上去脑子里想一想 kindle 看读音 看拼写 看意思 kindle 哪个词长得像 这拼写肯定发生一些变化了 发音像 最关键 那个词能有一种 燃烧点燃的感觉 哪个词呢 脑子里有想出来了吗 这单词看有一个印象吗 叫什么 kindle kindle叫什么意思 告诉我孩子呢 蜡烛 对不对 你看就点燃蜡烛 蜡烛燃烧点燃的一个东西 对不对 谁跟谁发这个童价 CK 看到了吧 第二部分谁 原因谁 I和谁啊 A之间 他们也发生了一个替换现象 I和A也发生了一个替换 所以你看 就是点燃蜡烛 ki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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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到一块去记忆 所以像以前联想派的老师 可能把他想成什么 把他想成什么 好心呢 点燃了他的善良 他点燃着他的这种良知 这纯扯大了 这就是 能理解吗 这跟好心善良 没有任何关系 它就是来自于这个词 来自于kindle这个词 kindle这个词 好 让我们继续看下一个词 下一个单词叫什么呢 叫做sander 大家看一下这个词 sander sander叫做分裂 裂开的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词 好了 你读三遍 然后它等于separate 分开 分裂裂开 哪个词跟它读音拼写 汉音译读三遍 sa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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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能比较难想了 哪个词你看看 长得像 发音像 还能跟这个词就 咔把一个东西给分开裂开了 分裂 哪个词 看这个词有学过 通过谁去记忆 如果你没有学 我可以告诉你 刚开始的时候 你可能不一定找得很快 你看你用习惯了 这个找得很开 它是来自于谁 sander 大雷 这个词 被雷屁股的同学回忆回忆 咔 雷屁身上 变成twins了 两个人变俩了 是吧 这个是这种感觉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sander 就是将一个东西分开 屁开了 一个人 被雷击了之后 变成俩人了 这个叫做sander sander s和f 在这讲过吗 你看 s和f 由于它发音行进 所以已经替换了 那叫是分开裂开 那么它在考试当中 大家注意一下 每个考试当中 它出现注意 它跟谁是一个反应词 就是和link 连接 一个是分开 一个是连到一起 分开和连到一起 好 sander 结束这个单词 这个单词 好 让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下一个单词 这个单词比较长一些 读一读 叫做miscellaneous 读一读 miscellaneous miscellaneous 叫混杂的 各种各样的 叫做混杂的 各种各样的 好 大家马上告诉我 你看这个后缀 就比较明显 哪个后缀 你看至少 你是不是应该认识这一块 对不对 你看你把这块挡住之后 你可以看看前半部分 看到它很有意思 前半部分哪个地方 能跟混杂 混杂和各种各样的 放到一块 你读三遍读 miscellaneous miscellaneous 哪个地方 跟混杂 各种各样的意思 相关联的 哪个词 自己有看出来吗 哪个单词 谁呀 来自于mix 就是s和克斯 发生一个通甲 就这样一个道理 在这儿你看 s和x 发生一个字母替换 第二部分就是哪个词 就是cell cell咱们都知道 跟什么有关 表示的意思叫做细胞 对不对 细胞 其实这个词的后半部分 aneas 它本身是一个整体 现在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了 aneas 本身它是一个整体的 一个形容词后缀 它整体就是一个形容词后缀 那么它跟ous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特殊的意思 要知道一下 aneous 以后再看到aneous 结尾 就是把它直接化掉 就完了 它就是整体的一个形容词后缀 所以这个单词记住 为什么要各种各样混杂 就是混杂的细胞 所以我给大家写 举了这样一个长单词 主要的一个目的 让大家明白一点 什么样的一个道理 就是说单词太长的 刚开始记得是 我们不一定要记住它怎么写 你先大概扫一眼 最好会读 那么只要记住它大意就行 你看就混杂的细胞 mixed cell 混杂的细胞 就各种各样的细胞混在一起 这不就各种各样的吗 这不就各种各样混杂的吗 就是还是mixed cell miscellaneous 读一读 miscellaneous miscellaneous 好 让我们继续看下边 好 下一个单词 叫做masquerade 大家看一下这个单词 masquerade masquerade叫什么 叫做假面舞会 化妆舞会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词 这单词为什么叫假面舞会 化妆舞会呢 大家还是读三遍 masquerade masquerade 化妆舞会 假面舞会 masquerade 脑子里迅速反映 能想到哪个单词 masquerade 读完之后 有没有想到 化妆舞会 假面舞会 这个基础词汇 你是看出来了吗 那个词叫做mask 面具这个词 看看是不是 k和谁一样 qu 发生一个通假 如果你能看到这 就会非常好记了 你看这个词好像 貌似很长 但你明白这个道理 就会非常好记 就来自mask ade 现在 希望大家在第一节课 有一个印象了 ade以后再次出现的时候 要知道 它是一个名词后缀 它就是一个名词后缀 知道下就可以了 就是一个名词后缀 所以你看看就是 戴面具的人 后面加了一个一二 名词后缀表示集合 表示一个集合 ade是名词后缀 表示一个集合 就可以了 戴面具的人在一块 组组在一起 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叫masquerade masquerade叫做 假面舞会 化妆舞会 后面叫做costume party 对不对 fancy party fancy ball都可以 好了 我给大家举了 这样的一些例子 大家在脑子里 虚实滚动 你看你还有没有印象 我把这个汉译挡住 你看有没有印象 第一个叫 离开钱包掏钱 这个动词叫什么 支付 第二个字叫做 回到钱包里 读一读reimbursed 东西钱 最后摔一下 回来报销了 给你报了 kindle candle 还记得吗 什么蜡烛 点燃蜡烛 下一个词 sender 还记得吗 跟谁是一组 是不是打了一样 就打了一件什么 叫分开分裂 批开分裂 下一个混合的基本 miscellaneous 叫做混杂的各种各样 下一个masquerade 叫做化妆舞会 加面舞会 啊